先講講講兩宗大馬的新聞 首先第一宗就是 可以拍到 Prison Break的 Season 6 話說有11名中國公民 在去年 因為有些原因就逃離了中國 去了泰國 結果被下網了 因為是統緝原因 這11個是穆斯林 他困了一段時間 其實看新聞就說有很多資料 在中國的新疆 有一些人逃離新疆 很多人去了東南亞 希望藉著東南亞這個平台 去到土耳其 那麼這11個中國公民 去到泰國之後 就逃獄 結果去了大馬 而大馬呢 第一他是穆斯林國家 對待伊斯蘭教徒 穆斯林相對來說 應該會寬容一些 但是以往的大馬政府是親華的 就是阿拉茲 阿拉茲 是親華的 現在就換了一個 跟中國的關係並不友好的新政府 馬哈迪 以及他的曾經因為雞甲胖 入獄的安華 就是下任手上的接班人 結果他們做出一件 令到中國政府相當尷尬的事 就是將11名的公民移送去土耳其 這個是 中馬關係 將會因此而跌入一個新低點 大家是沒有留意這宗新聞 其實這是很重要的新聞 就是為什麼會移送去土耳其呢 就是大家知道土耳其 是一種一民族 是多民族 而他們曾經在一個特缺帝國之下 有很多種不同的民族 而後來大部分 他們都是說了特缺語 這種亞爾泰語系 或者一種主要語言 而土耳其為什麼會用Turkey 作為國名呢 他曾經有輝煌的鄂圖曼帝國 但是到了近代就很不堪 以前讀西史的Dbq 都經常說歐洲巨人 如何游論鄂圖曼帝國 或者奧斯曼帝國 他們要建立Turkey這種歷史想像 因為在唐代的時期 特缺是一種大的大國 他們橫掃了整個中國北部 以至到中亞、小亞、細亞這些地區 所以土耳其 用了它的國名 是有一種歷史想像 而事實上土耳其人 今天不是完全是特缺入裔的 大家知道 譬如說烏克蘭的克里米亞 它說獨立公投的時候 你看到它有十幾%是特缺族的 也有一些蒙古族 但是更多的是斯拉夫民族 就是俄羅斯民族 其實整個東歐、小亞、細亞 都有很多特缺裔的後裔 土耳其今天是混種的 有白人 有非洲人 有阿拉伯人 也都有特缺裔 所以它不完全是一個特缺裔的國家 但是中國的新疆少數民族 維吾爾族 有一些極端分子 意圖建立東特缺運動 聲稱他們是同一種民族的後裔 也信奉同一種宗教 就是戴亭頭盔 我們這些是徹底擁護 就是 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戴亭頭盔 不要實名舉報我 我只是講歷史而已 他們現在馬來西亞 是將十一個伊斯蘭教 中國的公民 穆斯林 是移送到土耳其 其實這種 是大大 刮了中國政府一包 也將會導致中華關係 去到一個極端的 新低點 這個情況 其實是一種羞辱 如同過去幾年 我們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很強 台灣的罪犯在歐洲 在西班牙、菲律賓犯罪 結果是移送到中國大陸 受審 如此類推 這次這件事件 對中國人的震撼 是不雅於當日 移送台灣的罪犯去中國 對台灣賭民的那種 傷害的感情 所以似乎大馬新政府 就是豁出去 在這方面 這個不得不留意 不過在大馬政府 還有另外一則新聞 就是我今天 是主力想講一講 就是 現在有一個呼聲 在大馬 就是要廢除死刑 而 它也馬上 暫喚了一些死刑執行 那 似乎大馬將會廢除死刑 就代表了 世界上 又少一個國家 是有死刑 現在目前世界上 有一百九十幾個 就是一般被認為的國家 只有23個是有死刑的 而最高死刑率的那些 都是一些 伊斯蘭教國家 包括了 伊朗 伊拉克 巴基斯坦 這些 很多時候死刑 受害者 還有很多女性 當然 這些是有數字 是最高的 還有一個國家 他沒有公佈死刑的數字 但是他有死刑的 而他的死刑的數字 是國家機密 這個國家 我們無從判斷 因為不知道 那麼 講回在死刑的立場 首先 我是反對死刑的 反對死刑有很多種理由 有很多人從宗教角度 譬如說 人是沒有權殺死其他人的 人是沒有權決定別人的生死的 只有上帝才行 但是這些 對於非宗教人士 就沒有什麼說服力 我作為一個非宗教信仰的人 我講一件很簡單的道理 你做任何事情 都有一個本活的 有一個目的和手段 手段是工具 手段是可以變的 目的才是最重要的 那麼我想問 死刑的目的是什麼 死刑是一種手段 死刑的目的是什麼 是懲罰人 懲罰一些很可惡的罪犯 那就是不是的 死刑呢 死刑是一了百了 痛苦的是他們的家人 如果有家人就是家人 愛他的人 很多恐怖分子都是家人的 你是在懲罰他們的 因為人死是如丹滅的 如果你沒有宗教信仰 你也不會說什麼地獄 煉獄啊 十八層那些 那些也不說的 那純粹是說死那個刻 如果你要懲罰他 那死刑就不是一種 真正做到懲罰的一種工具來的 當然現在現代就說文明 那些滿清十大酷刑 那些就不能夠用了 我們有人道主義嘛 對著壞人也要用一種人道方法 那所以 死刑呢 似乎不是真正能夠做到懲罰 就是終身監禁呢 才是絕望的 因為人如果在監獄裡面 終身監禁呢 他就是一種永劫回歸 就是每一天都過著重複的生活 他也知道自己出不去 也知道自己沒有辦法 改變到他的現實的生活 那不是的 有些人說有社交網絡的監獄裡面 一獄一世界都很豐富的 可以過得很精彩的 那不是的 你可以再夾給的 單獨囚禁他 所以如果 死刑作為一種懲罰 我就絕對認為 是不及於終身監禁 而終身監禁呢 有一樣比死刑更加優勝的地方 就是大家知道 現在隨著科技的先進 那些人呢 DNA的鑑證呢 在美國也有很多案 是幾十年後才推翻 原來不是他殺的 當年那個人 當年那個女人不是他強姦的 就是冤假錯案 是無日無知的 而且死刑呢 你就永遠沒有辦法上訴 永遠沒有辦法有新的證據來推翻 其實是會出現了很多冤案 而是不能夠補償的冤案 所以 為什麼要反對死刑呢 兩個理由已經足夠說服了 已經不講宗教啊 不講其他人權啊 那些事情了 純粹講兩樣 第一 死刑是絕對不能夠做到有效的懲罰的 也都沒有任何的數據 顯示有死刑的周分 或者國家 他們的犯罪率呢 是更低的 因為其實很多人犯罪的時候 你是不會想 就是 死刑啊 不如不要做了 不會嘛 是不是 就是每個人做壞事的時候 都不會 就是 你出去偷吃的時候 你會想 老婆發現離婚的 你都不會這麼想的 是不是 就是你一定 是想著自己是 沒事的 是不是 所以 沒有任何的證據顯示到 有死刑的地區 的犯罪率是會更低 但是事實上 死刑 是會造成不可收復的 一個 缺陷的 因為你永遠不能夠上訴 造成冤假錯案 所以呢 大馬廢除死刑 代表人類走向普世價值的 又進了大步 但自此之後呢 越來越多國家是真的能夠擁抱普世價值 擁抱人道主義 擁抱現代文明 今天講到這裡